HELLO 各位親愛朋友大家好 我是爸爸超人 那今天我們來玩一下抽抽樂 玩什麼抽抽樂 就是玩這個試煉殿堂寶箱的抽抽樂 如果說我們去打這個試煉殿堂副本的話 會掉這個一層的飛行船票券 或者是掉這個二層的飛行船票券 那這個的話可以來製作的地方 製作這個飛行船票券寶箱來開 那裡面的話有這些好東西可以抽 我的騎士們朋友有一位豬神 他開兩箱開到了這個金色金水 跟一個很棒的這個耗品 然後谷歌的話他開到了兩張這個珠五卷 這邊的話就是有金色金水還有這個紫色武器 跟這個古代材料幸運寶箱 反正東西都還蠻不錯的啦 那想說就開給各位朋友看一下這個機率的情況怎麼樣 OK 這個是二層的二層的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二層的話呢有紫蘇 可是他就沒有紫武了 那這樣感覺好像一層還比較好一些些 一層的話有紫武耶 你看這個是天使水晶球紫色的 好那我們就做一箱來開吧 這個是我去拉教育所的 我一張的這個價格呢買15鑽到20鑽左右 超過20鑽我就沒有拉了 看一下現在還有沒有 是不是現在變得很便宜耶 看一下喔 19 降價到19鑽就買得到了 我最貴買到20 這個應該是我買的 那我買了之後就沒人再拉了 好來做一箱來開 OK 好緊張喔 一箱的成本大概是 600鑽吧 30張 那一張我們算20鑽那600鑽左右 好 來了 在這裡 希望可以開到紫色的武器 開到我就法打了 使用 欸他可以開滿多東西耶 好這個金幣是必中的喔 千萬十萬百萬就是一定會有100萬金幣 然後10個試煉的解金 然後這個應該是水機的 啊靠我拿到爛的 這個是爛的 有點不開心耶 在開一箱 一箱 的這個機率不算準的 在開一箱喔 可惡可惡 竟然開到最爛了 來 不能上頭 這種東西 千萬不能上頭啊 上頭 欸怎麼辦 數量不夠耶 這樣幾張 9 87 然後我身上有幾張 身上的話 還有4張 21張 哇 不夠不夠 我低於20鑽才會買喔 現在的話呢 我這兩個拉完之後就沒有20鑽了 我就必須要拉這個29鑽了 我這個我先拉好了 之後 之後再把它做出來開 好這個我就不買了 我們還是要 謹守原則啦 太貴的我們就不買 這個這個 玩遊戲齁 就是不要上頭 才能夠吸水流暢 有些時候 你突然上頭 你就拉下去 然後開又沒 沒中你想要的東西 有些時候就會 突然的齁 就不太想玩 所以 好到這邊就好了 已經開給各位朋友看了齁 就給你們做這個 開箱的參考 接下來你們的觀看 祝福你們開到好東西啦 掰掰